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上周第一次勤零事业救济金人数增加 显示就业市场复苏道路崎区 5月领先指标不如预期 各月制造业景气也走环 唯有方式是经济亮点 5月成务销售创2009年是第一月来最高 最新的数据显示 欧元区6月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活动 优于预期 德国的经济也持续扩张 显示欧元区本季渴望摆脱 摔腿宁奥前景显露曙光 微软与诺基亚合作密切 最近跟传出微软洽谈 收购诺基亚手机部门 尽管后来协商破局 但是正意味诺基亚对出售资产 保持开放态度 激励诺基亚股价20号 盘中大涨超过4% 经济部统计处昨天公布 5月份的外销订单金额为 363.3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衰退0.4% 不过统计处长林立真表示 外销订单金额衰退 幅度已经逐月缩小 6月的接单应该可以转为正成长 新环尔雅特电视真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